嗨,大家好,我是Micky老师 今天要分享的绘本是 十只橡皮小鸭 这是艾瑞卡尔爷爷的作品哦 我们可以看到书上有十只小鸭 它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赶快来看看吧 制造橡皮鸭的机器 咔啦啦咔啦啦的响 跳出好多黄色的橡皮小鸭 一只又一只 一只又一只 橡皮小鸭漆上了颜色 有红红的嘴巴和蓝蓝的眼睛 它们被装进箱子里 每一箱有十只 然后就出发了 它们登上一艘货运的船 船长高喊 你们好啊 船长和他的货船 要带着橡皮小鸭 飘洋过海 去到遥远的国家 去到遥远的国家 忽然暴风雨来了 掀起巨大的海浪 强风呼呼吹过海面 呼呼吹过海面 一股大浪冲过来 把一个箱子 举到半空中 扔进海水里 箱子打开了 十只橡皮小鸭滚出来 十只橡皮鸭落水了 十只橡皮鸭落水了 船长大叫着 过了好一会儿 暴风雨平息了 十只橡皮小鸭 漂浮在辽阔的海面上 放眼望去 只看到了海水和天空 海水和天空 十只橡皮小鸭 缓缓飘向不同的地方 第一只橡皮小鸭 飘向西边 有一只海豚 从它的上方 咻 跳过去 第二只橡皮小鸭 飘向东边 有一只海豹 朝它大叫 第三只橡皮小鸭 飘向北边 有一只北极熊 对它咆哮 第四只橡皮小鸭 飘向南边 有一只红鹤 盯着它瞧 第五只橡皮小鸭 飘向左边 有一只蹄狐 跟它 第六只橡皮小鸭 飘向右边 有一只乌龟 瞧瞧地 从它旁边划过 第七只橡皮小鸭 飘向上面 有一只章鱼 瞄了它一眼 咿 第八只橡皮小鸭 飘向下面 有一只海鸥 对它嘎嘎嘎嘎嘎地叫 第九只橡皮小鸭 飘向这边 有一只鲸鱼 唱歌给它听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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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第十只橡皮小鸭 飘向那边 在辽阔的海面上 呼上呼下 飘来飘去 太阳往下沉 天色越来越暗 放眼望去 只看到了海水和天空 海水和天空 第二天早晨 遇到了一只鸭妈妈和鸭宝宝 鸭妈妈说 呱呱呱呱 鸭宝宝说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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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过去了 太阳又要下沉了 天色越来越暗 鸭妈妈和他的鸭宝宝 要游泳回家了 橡皮小鸭跟在他们的旁边 飘啊飘 飘啊飘 月亮说 晚安 鸭妈妈说 呱呱呱呱呱 鸭宝宝说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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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 橡皮小鸭说什么呢 咕咕咕咕咕 好故事说完了 好听的话 请给Micky老师拍拍手 可以的话 请去买这本绘本 十只橡皮小鸭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